政協委員說話爆紅 中國快速或向災難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4月1日 有推特用戶發布一段2分鐘的視頻 在視頻中 黃瑞琴談及自己 在做市政協委員時的一些體制內建文 他說 黃瑞琴直言 中共這個體制 人人都是沒有安全保證的 它以金融領域為例 所有人都是這樣 就是銀行行長也好 信貸部也好 他們都是最大限度的給自己找好處 所有事件到了他們手上 就是回購 所以你要是不給他們錢 他們就會刁難你 同時 黃瑞琴又批評中共的公檢法最黑暗 尤其是法院 法院不守法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他也提到 中共操縱下的大陸媒體 他東邊說你就要西邊聽 你絕對不能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 他現在說要搞好團結 實際上現在就是不團結 他現在說你是自己人 那說明你以前就不是自己人 他忽誘你是自己人 你就更不能相信 視頻中黃瑞琴批評中共當局的倒行逆施 已經非常不得人心 中國目前急需根本的改變 他又提及 自己在2020年中共兩會開幕日 發了一封公開信 全國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 都看到信的內容 中共特別怒火 為此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專案組 616專案組 這個讓他想起 迫害法輪功的610專案組 王瑞琴說 自己曾經是青海省基督教會的副秘書長 和副總幹事 也是這個教會的法人 中共不僅撤去他所有的職務 還將他所在的教會拆了 所以中共作的惡 超乎正常應該有的想像 他披露 中共認為他反共、反對習近平 因此非常憤怒 嚴查與他有關的一切人、一切事 一筆一筆帳的查 除了直系親屬外 多年未聯繫的人也被中共嚴查 王瑞琴表示 任何想為這個國家 嘗試做出努力的人 推動民主的人 都遭中共血腥對待 他覺得這個國家無得夠力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 就像他一樣 成功人士、體制內相當多的官員也好 各級領導也好 都很清楚這個國家在快速的滑向災難 2020年5月21日 中共兩會開幕日 王瑞琴在網絡上發出一封公開信 呼籲中共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站出來罷免習近平 聯儲要求習近平下台 公開信發出不久 王瑞琴又在網上發聲明說 他呼籲罷免習近平 他的家人和親屬 受到中共政府部門有計劃的惡意騷擾 嚴重影響他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而且他的家人和親屬的公司資產也被凍結 財務票據適數扣查 運行受阻 為此 他鄭重聲明 和所有親屬斷絕關係不再往來 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所裂 子女及其家人 所有同胞兄弟姊妹及其家人 所有具有血緣關係的族親及其家人等 同時 他都譴責中共當局諸戀無辜 人所不恥 不會臭效 他本人追求民主反對暴政 所涉現行舉止 皆是個人行為 與其他人無關 對此 他本人承擔全部責任 事實上 中共暴政早已引發中路 除了黃瑞琴之外 從中共紅二代 地產大佬任志強 再度中國足球名將 郭海東夫婦 再度中共黨校退休教授 紅二代蔡霞 黑龍江省雞西前副市長李傳良等 體制內人士紛紛倒戈一擊 中國資深人高瑜 在2020年11月透露 他有幾個微信群 都是紅二代 有軍隊的 因為他先生弟弟都是軍隊的 他說 自由知識分子和這些紅二代 都是一邊倒的壓倒性的支持特朗普總統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共體制內人士也表示 這些紅二代 但都是因為習近平才支持特朗普 因為只有特朗普領導的美國 才能制約中共 中國民運人士黃丹同年11月12日也透露 一位曾在中南海核心部門 工作了30多年的朋友 呼籲美國認清中共的邪惡 他說 如果認識不到中共的邪惡 那麼美國 甚至全世界 將為之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蔡霞也曾多次公開批評中共體制 他說中共是政治僵屍 共產黨沒有合法性 美國正在與中共脫鉤 中共體制必須廢棄等等 有分析認為 中共已經眾叛親利 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體制內的人士 調轉槍口反擊中共 廣西監獄管理局局長李健落馬 已被國際追查 4月3日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 廣西監獄管理局局長李健落馬 李健在任職期間 曾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已被國際追查 官方簡歷顯示 李健是1964年8月出生 廣西例普人 歷任中共廣西司法廳律師管理署副署長 法制署副署長 法學教育署署長 律師管理署行政審批署署長 兼廣西律師協會黨組成員 辦公室主任 廣西藏監獄管理局政治委員 黨委副書記 廣西司法廳黨委委員 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 局長等職 官方僅通報李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但並未提及他被查的具體原因 但李健落馬之前 廣西監獄管理局已有多名官員被捕 2016年12月5日 廣西監獄管理局前黨委書記 政委中世凡 廣西監獄管理局前副局長 曾愛東 廣西監獄管理局前局長 司法廳副廳長梁振臨 已受賄罪濫用職權罪 分別被判刑12年、7年、11年 中共紀檢監察部曾指出 監獄認罰、執行腐敗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監獄事務信息不夠公開 監督貴罰、權力不受約束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廣西監獄管理局4名落馬官員 都參與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李健已經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列入責任人名單 根據官方通報 廣西監獄系統還有多名處級官員落馬 包括紐洲監獄黨委前副書記張輝昌 廣西監獄管理局 認罰執行署前署長黃濱鋒 廣西女子監獄退休幹部廖聖金 廣西綠州監獄前監獄長楊雪生 廣西中度監獄前監獄長李桂華等 中共江澤民集團自1999年7月 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 實施名遇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至今迫害已經持續了20多年 中共公檢法師系統的人員 淪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打手 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抓 被非法關押在監獄、看守所和勞教所 遭受慘絕人患的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殘 明慧網評論表示 中共監獄使用暴力、酷刑 強制轉化迫害法輪功學員 甚至將他們虐殺 作為監獄管理部門的責任人 中共監獄管理局和司法廳的官員 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